老师在这样吃一定瘦 这本书里面有分享一个观念 就是要吃才会瘦 不是不吃才会瘦 为什么 因为我们现在发现 很多减肥药 现在都有副作用 很多的这个所谓单一食物的减肥法 也都会失败 为什么 因为我们身体需要必须的营养素 包含碳水化物 脂肪 蛋白质 矿物质 维生素 甚至第六营养素 植化素 酵素 纤维 甚至还有水分 这都是身体每天必须 时时刻刻需要的营养 那如果今天因为我们要为了减肥 我都不吃 我身体得不到这些营养 就像一台车 没有加油 也没有机油 也没有汽油 也没有齿轮油 那它可能就会某一些状态下会失衡 就会跑不动 所以我们身体一样 你每天没有给我足够的营养 身体会告诉你继续吃 所以我们常常身体会有一种反应 突然想吃咸的 突然想吃甜的 突然想吃油炸的东西 其实都是身体给你一个讯号 我需要这些营养素 但是因为你都吃错了 假设我们喜欢吃 想要吃油的东西 结果你都去吃可能过度油炸的 你可能都吃到假的反式脂肪 虽然你有感觉有吃到油 但是身体的细胞没有得到油 所以它会告诉你继续再去吃油炸的食物 所以这就是我们身体自然的反应 好像我常跟很多小朋友比喻 我的儿子想要买变形金刚 结果我一直买巴比娃娃给他 那他就会在那里大哭大闹说 我要什么东西 其实我们身体就是这样的反应 所以因为你一直吃错 所以你就过多累积热量 那这样就会一直累积脂肪在你身上 所以你就会不吃也瘦不下来 所以你要吃对营养 均衡的营养 这才是一个最关键的要素 什么东西 你自己想要吃 你才会地疯狂熟 在个호浔时 我来帮你 这是 我去乱喝 你 都 刚 你 我去乱滟 过 我去乱喝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